我今天會講這個主題 和怎樣應用在我們的生活和事奉裏 都會對大家有幫助 我自己本身在傳統的教會信主 我在過渡會信主 我在外國在宣導會聖經大學 那裏讀聖經大學 然後在外國的路德會 有兩個色經神學的碩士 所以我受的神學訓練全部都是傳統教會 我後來回來香港 有一個報道家從阿根廷來 他在會展 總之就有一個聚會 在1998年的時候 很久之前 我參加的時候 我見到他為人們按手祈禱 因為我以前是見過的 我以前在外國見過的 那我很好奇的 他會經歷什麼呢 我又不怕 因為有耶穌有什麼怕呢 有些人很怕 但我又不怕 那我出去接受按手祈禱的時候 我是想都想不到那個經歷 是震撼性和改變我整個人 就是呢 直接在按手的時候 好像電流一樣進來 還有很大的愛 哇 感動到我呢 不得了很大的感動 即時呢 即時哭 也都即時經歷神的能力 整個人軟了 他有人扶的 那我就躺在地上 那時候呢 我一直哭 一直很感動 神啊 原來你這麼真 這麼近 還有你這麼大的愛 那我就很感激神 很大的回應 那我就 由那天開始 很長時間祈禱 就是用很多時間去祈禱呢 那生命呢 就很大改變 還有呢 處理生命很多問題 那呢 好了 那就是一方面 就是這個 同神關係 那第二個 第二件事我就說 這個報道家這樣祈禱 我就經歷到神另外 我都 靠著耶穌的聲音說呢 我所做的事 你們都要做 可以做比一更大的事 那就是 我都可以的嘛 那於是呢 我就有這個心了 我很想多些祈禱 可以幫助人 那而當時呢 就有 因為我叫了一些教友 一起去參加一個聚會 那去參加聚會的時候呢 那他們回來呢 就有一個教友跟我說 他說 他說 葉穆斯 你可以為我趕邪靈 我說為什麼 叫我為你趕邪靈 他說呢 我在家裡很多偶像的 那我一進那個聚會的地方 一進去 立刻想 立刻不舒服 就想吐 立刻很辛苦 我一出來就好事喔 一進去又是辛苦 所以他就沒有留在聚會 他只在外面 那我說 那時候那些人 為你趕邪靈 為什麼你不出去 我怕嘛 不敢 所以他就叫我和他做 那我做的時候 我都是第一次的 從來沒試過的 那我和他祈禱的時候呢 他就後來告訴我 有些東西 在我手裡走出來 好像有些不好的東西走出來 那我祈禱之後呢 我就為其他人祈禱 有一個人就和我說 他說你和我祈禱呢 我就覺得有能力 就是我之前沒試過這種東西的 那我就覺得很驚訝 就是原來神的能力 可以這麼真實來到我身上 那之後呢 我就和那些戒友說 那我就說呢 我祈禱呢 有些人這樣又趕邪靈 有些人又覺得好 就是有能力 那我想為你祈禱 那他們又樂意 那為你祈禱呢 有些人呢 就哭了整個小時 那為什麼會哭了整個小時呢 他就說呢 他有很多憂傷 他小時候的憂傷 那在祈禱的時候就走出來 那些憂傷走出來 那跟著呢 祈禱好了 他人就平安輕鬆了 那我就 那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以前都不會有這個 這樣的情況 從來都沒試過祈禱會這樣的 就是多數的祈禱 就是黑了眼 大家黑了眼 那祈禱完之後呢 大家差不多一樣這樣 就是沒有什麼大改變的 但是那時候呢 那些人就很感動 又有平安又有喜樂 又有醫治 甚至有趕邪靈的 是從來沒試過的 那時候來講呢 我覺得 原來聖經時代所發生的事 今天都會發生 是嗎 其實聖經呢 如果大家呢 你的手機有沒有聖經 有 你去馬可福音第十六章 最後一章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就看看耶穌講些什麼 馬可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五節開始 這裡是耶穌給的大使命 耶穌給的大使命 還有跟著呢 他就講出信的人 有些什麼神跡跟著他們 我們找到沒有 找到一起讀一下 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節 他又對他們說 你門往古天下去 傳福音急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定罪 信得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的名管鬼 雪身方言 手能牙蛇 若學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外病人病人就必不好了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 後來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跡除著 正實所傳的道 阿門 阿門 這個講到耶穌跟他說 你門往普天下去傳福音急萬民聽 所以這個是講到 由新約時代 直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都是傳福音的 對不對 就是由這個時代 由耶穌當時開始到世界末日 你們去傳福音驅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定罪 其實聖經講信 不是只是頭腦信 有些人就以為 我只是頭腦信 信有個耶穌 聖經不是說只是信有個耶穌 聖經說什麼呢 在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大家不用揭了 我讀給大家聽聽 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兵 作神的兒女 這個講到信耶穌是什麼 再說一次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信耶穌是什麼意思 接待 即是說接待 接受耶穌 入我們的心 做我們的救主 做我們的主人 就是耶穌他是神 我們接待他自然 接 trajectory 我們會尊敬他 聽他說話 信耶穌有很多人意為 總之可以相信 還行 回到教會 廣道了 就一定要睡愁了 都時候 那些人最後休息的時候 覺悟症 有声音好像催眠,睡一睡一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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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过在家里睡 对于神的话就不是很看重,不看重,不紧张 那现在信耶稣不断倚,别人说回教堂,我回 那生命不能改变,但是圣经讲的信耶稣是接待耶稣 耶稣说是,耶稣作主,耶稣事实上说 如果你跟从我的时候,不是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就不配纵我的门徒 就是说,我们真是放下自己,愿意好像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为耶稣死都肯 当然耶稣不是叫我们个个都为他死,但是将生命给耶稣 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但是耶稣给了能力 那我告诉大家,我之前和之后的分别,一会儿我会讲的 好了,接着他就讲了,信的人,即是说到不只是信,是接待他 就必然得救,不信的必必定罪 哇,好惨喔,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人人都有罪,生人,说大话 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看小人,不饶恕人,拜偶像,不信真神 淫乱,污谓,所有这些都是神喜欢的东西 因为神是很圣洁的,有些人去到天堂,哇,看到神完全没有罪 很光明,很慈爱,即是有罪的人去不到他那里 所以一定要有耶稣赦罪才去到那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主,那我们就得救了 接着呢,第17节,很重要的,哪些人有神迹呢? 哪些人有,信的人有神迹,除了他们 就是奉我名赶鬼,说新方言,首能拿蛇,又害了什么动物,有病不受害 首万病人,病人就已经好了,耶稣说出一些我们可以有的神迹了 就是奉耶稣名赶鬼,讲新的方言 在摄罗人传第二章,他们就讲别国的话 但是呢,之后呢,有方言呢,就在,讲那么多前说十四章讲到呢 就是讲说神的奥秘,造就自己,是要翻译的 所以那个就不是讲别的话,是讲一种神的说话 不过这个,大家不需要介意去想这个是什么 总之,这个是圣灵可以做的工作 但最重要的是,圣灵临到呢,就叫我能够奉耶稣名赶鬼 首能拿蛇,和喝了什么动物,有病不受害呢? 这个呢,就不是我们日常去做的 就是不要有空找些毒,看看死不死得了 这个呢,是可能受逼迫的那时候 就是有一天,受逼迫,人家扔我去摄蛇坑 我们就奉耶稣名,那些蛇不会咬我的 Amen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算咬,死了也不要紧要上天堂 Amen 如果奉耶稣名,那些狮子,蛇都不咬,那就是神啊 我自己相信将来一定有这些神迹发生的 然后呢,就讲到呢,首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这里讲到呢,什么人可以为人按手啊? 信耶稣的人 是的,信,但这个信呢,不只是信耶稣的人 他这里说,信的人就有神迹,是不是过基督徒也有神迹呢? 那这个信是信什么呢?信圣 信神可以使用我们去祝福的人,就是信了 譬如说,我们见到人病,我就放心为祈祷就是信了 我信神会做事,那神真的会做事的,好奇妙的 好多奇妙的工作,然后呢,接着就解释到 好,后来耶稣被接到天上了,然后门徒出去就传福音了 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存的道 我想问大家,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经文是吗? 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存的道,是什么意思呢? 证明耶稣他是神,我们是起来作见证 是的,是证实所存的真道,就是圣经的话语 所以神迹是用来证实圣经的话语的,神迹不是只是为了神迹 是为了证实工作,这个是神真的会做的工作来的 就是说神迹是有个目的的,神迹不是为了神迹,只是为了神迹 是为了能够我们见证神的道,神是真实的 那当我去这样去,即是自从那时候经历之后呢 我就为了我的教友逐个逐个祈祷 即凡是愿意那些,我全都是为了祈祷 我愿意呀 好,当然 我都愿意呀,是吗? 我都愿意呀 我们个个都愿意呀 好,行行行行 好,我们会的,我们每次聚会都有的 那我就发觉很大的改变 很大的,整个生命很大的改变 为什么呢? 其实之前我带过很多人信耶稣的 我带过很多人信耶稣的 我带过很多人信耶稣的 不过呢 我发觉带他们爱耶稣和侍奉神就难了 即是说他们肯回聚会 觉得开心 觉得有投入 这个是有发心的 不过 真是很爱神 听了神话 离开罪 遵从神,侍奉神呢 就发觉很难 就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的 但是自从 之前我不明白是怎样可以做到 现在就不明白了 现在我很想做到这样 好,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你 我自己自从那时候开始 即是有不同的神迹歧事 譬如,医治这样 我先讲到管斜灵 还有祈祷那些人得安慰 那圣经在以赛书61章1到3节 那里说他医好伤心的人 即是神可以医治伤心的人 安慰他 神可以做这些工作 那我也试过为人祈祷 是真的很多 即是如果我讲那些经历 是很多很多 而我呢 通常来说是很温和的 就是很温和的 很温和地和他祈祷 那我试过呢 有很多很多 有不同的情况 譬如,试过呢 有一个 牧师带一个大男人 即是高大的男人 好像我那样高大 叫我为祈祷 那我就为祈祷 跟着他就哭 那就是他被圣灵感动 神的灵感动去安慰他 那我也试过去宣教 就见到一个人 宣教不一定去贫穷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贫穷 不过有个人肯定是有钱的 为什么有钱呢 因为他的西装呢 那些质地是我未曾见过的 我到今天都未见过 除了他之外 是立体的 为什么立体呢 它是波纹那样的 就是 三点 波纹的 整件衫呢 就是好像波纹有粒有凸 整件衫的质地 是很… 没什么见到人 有些衫是 譬如突出有粒进去 当然不是那么夸张 是小小而已 但你见到质地 是很有质感的 是很明显的 很漂亮的衫 他全身穿的衫都是很漂亮的 那他是未信耶稣的 那我就在聚会 我说 好了 谁未信耶稣 为你祈祷先 那我为他祈祷呢 他又开始哭 那之下我问他 你有什么经历 他说呢 你祈祷那时候好像一种电流 好像有些能力转进来 那他呢 就跟着呢 就信耶稣 在当时呢 几个未信耶稣的 都信耶稣 那所以呢 我就发觉 咦 我侍奉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就是那些人呢 跟他祈祷 即时经历到神的工作 那他经历到呢 他就觉得神很真 那些神真是来帮他 那些神不是很远的 那他们呢 就更加愿意侍奉神 在我初经历圣灵的教会 出了十个宣教士 和传道人復师 是一个小教会来的 那麽多个出了来呢 因为呢 他们祈祷看着我们的人 整天都有医治见证的 整天都有不同的见证的 那他们觉得很神奇 那我又为他祈祷 怎样有神的能力 又训练他们为人祈祷 那我说 那你现在为人祈祷 那些人可以经历圣灵 你可以有能力 那他们又是这样做 那譬如其中一个人 做了宣教士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他爸爸是警察 他曾经都是警察 但是当时呢 我为其当时还没有警察的 那他爸爸妈妈都回教会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 因为我知道他家有两个儿子 我说你两个儿子信这个书没有 他说信的 洗了礼的了 那我说洗了礼 但你又没有回教会 他说没有啊 现在没有回了 那我说我去探他好吗 那我就去探他 探他的时候呢 那有两个 两个都为他祈祷的 那其中一个呢 他就很 其实两个都经历到神的临在 都经历到神的能力 但其中一个是很强烈回应 他就跟着回教会了 后来就做了宣教士 现在在日本宣教的 和他太太 他太太也都在我们的聚会 教会又是经历圣灵改变 整个人生命改变 那他就去到日本呢 什么时候去呢 是那时那个什么 核电力发电厂啊 福岛啊 福岛啊 那里漏那些辐射 之后一段时间 不是很久的 他说 我又死就死吧 我去救那些人 就是去那里 哇 其实很勇敢啊 那他到今天都是 总之他在日本不同的地方去宣教的 那这个都是神感动他们的 那其中一个人呢 他又做了宣教士 是怎样的 是我三不识七为他祈祷的 为什么三不识七为他祈祷呢 有一次我有一个聚会 有一对传道人夫妇 是我认识的 那他认识的 另一个传道人 那个传道人 我不认识的 那他们聊天 那我又走过来和这个聊天 跟着呢 那个另外一人就说 我有个教友呢 我现在请了个偶像回家 现在呢 整天都见鬼 那他说 我想找一个出名的传道人 就是有一个叫马国栋 就和人赶邪灵的 那我说 你找马国栋 有时间都不会去的 我今天跟你去吧 那我立刻和他医院 他医院呢 就和他已经说了 他就失控 因为这个人呢 在那里离大抱的动作 很离谱的 那医生说 明天要转去精神科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邪灵的 他觉得是精神问题 那意思呢 我就去到和他祈祷了 那就 他们有几个 一班朋友来到和他祈祷先了 已经 但是和他祈祷都是 都是一样的失控 那我和他祈祷的时都是失控 那我就帮助他了 怎样感谢神 多谢神 享受神 放松的人 跟着呢 祈完好呢 松了 跟着呢 后来那个传道 告诉我 那医生说 现在好了 明天可以回家了 本来说明天去精神科 明天可以回家了 好 那这个人我和他祈祷了 那他有一班朋友来的 那班朋友我都说 我为你祈祷了 祝福你们 那 就个个都有经历的 其中有一个 二十多岁的一个 一个穿着西装 应该在办公室工作 不是男性的西装 而是女性的西装 那我就和他祈祷了 那他很大反应 他很快呢 那种反应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惊讶 因为圣经讲到 圣灵将喜乐致给我们 神是喜乐的神 他就很开心 直接在那里笑 笑了多久呢 笑了五分钟左右 笑了五分钟之后呢 然后跟着呢 开始哭了 他哭了更久 我哭了 我哭了二十分钟 哭得很凄凌 那我后来问他什么事啊 他说我又小到大 被人怕 被人看小 我又看小自己 所以我觉得好自己好没用 那他就哭了 哭得很紧要 他说哭完了 他就松了 那我又再祈祷 他又再起落了 那这个人呢 后来回我教会 后来呢 他就去读神学 就去做宣教士 就是其中一个人呢 我帮助他做宣教士 就是这个人 那这个 侍奉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都现在网上 我去过十五个国家宣教 那些聚会 那些人很快更新 那些牧师 我其实主要目的是 牧师和那些愿意侍奉的人 都很大更新 很热心 很想给神使用 或者怎样有圣灵的能力 其实圣灵的能力 圣经已经讲了 不是我们作出来的 是圣经有讲的 所以呢 告诉我们 神用神迹 随着正实所存的 所以我现在 和以前的师父 是完全不同的 好了 那样和以前不同 那有没有同呢 其实和以前一样 都是一样 着重圣经 如果你上网看我的影片 我全部都是很着重圣经 我全部都是很细心 尝口圣经 其实在圣灵圈子 有些叫灵恩派 灵恩派呢 它有些讲法 我是不认同 因为圣经没有讲的 它经常都说邪灵攻击 我就说 圣经说 我已经赐给你拳兵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这个就代表邪灵魔鬼了 可以踐踏他们 打赢他们 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所以我就说 我们爱耶稣 亲近耶稣 遵从耶稣 还有处理罪 很多人信耶稣 没有处理罪 为什么呢 他回家又骂人 有些又看色情片 有些又整天 总之忧伤 烦恼都是罪 没有信心 经常都 很惨 我很惨 哎呀 没有人爱我 我很苦 都是犯罪 因为他忧伤 其实很多基徒 都是这样的状况 神又教我 如何处理生命 如何活在神的爱中 如何享受神 如何从神得力 我有一本书叫 《轻松得胜》 下个星期你去 黎智国那里 你可以奉献之后 我们可以给 因为奉献的钱 归机构 不是归我的 我有个宣教机构 那本书 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 那他就会帮我们 如何和神有相爱关系 很着重 圣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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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难呢 因为圣经说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为他什么 欢喜 悔改 难不难 其实不难 不过有些人很难 因为他不肯认输 不肯认输 那他就犯罪 但是呢 你真心说 神 我知道你是很圣洁 我犯罪很得罪你的 我真的有很多污蔚 求你赏免我 神就喜欢的 神就会 天堂 神欢喜 所以整个天堂 所以天堂是很开心的 你大地上觉得辛苦 其实天堂是最开心 是充满喜乐的 天堂是最开心 所以呢 我们犯了罪 我们就求主赦免 但是呢 我们要记实 犯罪呢 是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的 譬如圣经 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犯罪可以遭遇的更加厉害 还有呢 说 信着情欲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信着情欲犯罪 就必从情欲收败坏 所以呢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的 但是当我一悔改 神就喜欢了 当我一遵从神 我们遵从神的时候呢 圣经就说 我们就好像建造在一个盆石上 我们的生命呢 是有根基的 是神喜欢的 还有呢 我们就算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 耶稣告诉我们 是容易的 一杯凉水给人难不难 难不难啊 但圣经所说呢 其实在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那里说 凡因你属基督子 你把一杯水给你们喝 我实在告诉你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因为我们是属基督 就是做在基督徒身上的人 不是事但给水人 就是得赏赐的 就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和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那些人想他信耶稣 都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为什么用一杯水呢 因为 是人都做到 是吧 所以耶稣不是说 你带了个人信耶稣 又不能不得赏赐 因为有些人觉得很难啊 所以 神想说的信息就是说 你做少少 我都欢喜 这个观念很重要啊 因为很多人说 哎呀我不够好啊 我好多罪啊 好多污慰啊 好多烦恼啊 我不够好啊 所以呢 我不配得到神的喜悦和祝福啊 那他就整天都没有信心了 但是圣经说什么呢 我们 把那杯凉水给一个熟基督的人 都不能不能上市 就是说你做任何的帮人 那我就跟我们训练的人说 你帮人为人祈祷啦 传福音啦 建立他灵命 所以你先见到不是我 只是我祈祷啊 还有其他人都在为人祈祷啊 是不是 就是我训练他们 个个都懂得为人祈祷 那 给了一杯凉水不留给人祈祷 为人祈祷得不得祈祷啊 一定得祈祷 所以呢 任何我们为神做的都得祈祷 那就变成了 那么多人愿意为神用 给神用啊 大家 马太福音25章 马太24章有没有印象 讲到世界末日的 耶稣回来 25章讲审判的人 有没有印象 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 十同女 记不记得十同女啊 五个有灯有油 五个灯没有油 好了 没有油那些呢 他们能不能入到和新郎一起啊 没有油那些啊 入不到啊 在外面入不到啊 这个油可以代表耶稣的救恩 或者圣灵的同在 就是他有神的同在 那他就是有油的 就是说第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回来 你真的有耶稣的救恩 神的同在了 什么人得救呢 不是说我信了我信了 而是你有神的同在了 谁知道有神的同在呢 犯罪觉得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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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圣灵的提醒了 有圣灵的提醒 有听话 有些人说 有圣灵提醒 不过不听话 不要骂人了 还是要骂 一路 圣灵感动的 不要骂了 不要说大话 不要伤害人 还是继续去做 这样的时候呢 就没有回应圣灵 信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什么 败坏 是的 信着圣灵杀种 必从圣灵收 永生 即是说 他只是信着情欲的时候 他去收败坏 另一方面就是永生 即是说 如果一个人是灵果子 灵果子 什么果子都没有了 圣经讲到 阿太二五章 第二第三个比喻 就是讲到 灵的果子 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 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 有没有印象 有 讲五千二千一千 五千二千两银子 那些就去 赚了五千二千 回来 主人就称赚他 又良善又终身的悟人 可以尽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好了 那一千个 就说我埋藏在地里面 跟着呢 耶稣说什么 你要出去外面 黑暗那里 爱慾切齿 那里是不是天堂 不是 那里是哪里 地狱 有些人说 有天堂有地狱 还有个爱慾切齿的地方 圣经有没有这么说呢 圣经没有 就是讲到 行善的复活得心 作我奉定罪 没有讲到 中间那些去爱慾切齿的 只有两种人而已 所以那些将恩赐使用 我们有的时间 才干 我们的能力 去使用 不要以为自己 没什么用 有些人呢 就算临死 他跟人说 耶稣真是好好的 你快点信耶稣 我现在信耶稣 我去天堂 你将来都跟我去天堂 陪我一起 那他都是见证耶稣 都是侍奉神 对不对 那神就称赞他 所以侍奉神是不难的 好了 那个五千二千 一千个 一千个就将他埋藏 他就外面黑暗里面 挨屋切齿 慘不慘啊 很慘啊 很慘啊 他还以为他自己做得对 我收了你的钱 都没有动过 完全没有动过 你给我的财干 我全部收了 什么都没有用过 但耶稣说 你没有用过 我就要追讨你了 因为你没有使用我给你的 恩赐 好了 跟着第三个比喻 就是绵羊山羊 就讲到 他讲到 人子在他荣耀中降临的时候 将那些万民 万民 所有的人分开两班 绵羊在右边 好像没有羊的人分开 绵羊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那他就对绵羊说了 我肚饿就被我射 我脖子就被我饮 我在监里面探我 病的时候你们探我 那些人问 我什么时候做啊 他说 你做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身上 就做在我的身上了 好了 另外那些呢 他就说什么呢 你没有做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身上 你就要进入哪里呢 在那个经文很清楚说的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那里就是 那里就是很惨啊 是很凄凉的 那所以那些 完全没有果子的人 就是完全呢 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这个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是意思呢 有个真心想祝福人的心态 就是不是好像 我都不停地在教堂放下手 是的 事但做些东西 但是没有心的 的时候 神是不会接纳的 但是你有心 我荣耀神 我要多谢神 我又祝福人 我想帮助人 神就喜悦了 真心 做神的工作 神就喜悦了 因为他是基督 而给了一杯凉水 属基督的 我就不能不得上次 那所以呢 任何的小事 在马太25章那里 给耶稣吃 给那些属于耶稣的弟兄 给水喝 探他 关心他 为他祷告 传福音 这些全部都是神祝福的 所以呢 任何我们为神祝福 神都喜悦 但是 如果我们 一世都浪费呢 有很多人就以为 我每个人都回教堂的 我还放些钱去奉献的 我有时帮手摆椅的 那我就一定去天堂 我希望他去到 但是不是一定 因为圣经有讲到 马太7章21到23节 首先我想说清楚一点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信心 我们是 靠恩典直着信心 你们得救是本负恩 直着信 不是靠人的行为的 不是吹于自己 也不是吹于行为 不是靠行为 但是信心一定有果子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即是说 那人说信耶稣 他继续吵架 继续曾仁 继续吵架 他的信心是死的 但是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说 我见到人 我就想关心他 我想祝福他 神就纪念我 神就赏赐 所以呢 我们就说 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给信从圣灵 信着圣灵 杀种的必从圣灵 受永生 圣灵感动我 关心人 圣灵有没有感动你们 关心人 有没有感动你传福音 有 我们就信从了 圣灵有没有感动你 不要吵架 不要发脾气 有 不要烦恼有没有 有 那我们处理 你处理而处理不了 但是求主帮你 神都接立的 不过有些人是不处理的 发烂恼 我是这样的了 我是骂人的了 我是怎样的 我都改的了 他不肯改 这样的时候 他就有危险 你觉得有危险 耶稣说四面我 我真是很软弱 我有很多罪 那我们听神话 是容易的 为什么容易呢 你愿意做少少一杯 凉水都不得上次 你做 那些人有需要 你探他 你关心他 神都喜欢 你在教会里面 见到有人 你都欢迎他 跟他聊天 关心他 帮助他 神都欢喜 所以不难的 不过很多人 是没有这个心的 就怎么样呢 班教堂 我坐在这儿了 这个位置是我的了 你不要坐我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我的 我每天都坐在那儿 我每天都坐在那儿 我每天都坐在那儿听 听完呢 我就回家 照样做我自己的事 就是有些人以为 我做一些 宗教的规则 就是神所起源的 我们要明白 不是宗教规则 是在里面 有同神的关系 神就祝福我们 神就改变我们 我们越听话 神就越祝福我们 一杯凉水都不能一上次 何况你常常帮人呢 所以我就兴起那些人 你去为人祈祷 真的有果效的 你帮助人真的有果效 你就去做 你越做 神就越起源 神越起源 就越祝福你 你整个生命就提升 于是有很多人就愿意这样做 我们都训练那些人 就愿意这样做 他们真的愿意这样做 就整个生命改变 所以我希望大家第一看到 原来有圣灵的充满 是这么宝贵的 这么重要 第二圣灵充满 是为了 叫我们更有能力侍奉神的 更有能力去给神使用 我比较 我和之前的侍奉 有什么分别呢 我之前的侍奉 我就是主要用说话 就是说 劝人 你听耶稣话 信耶稣 悔改 遵从神 不过他们经常都好像水过鸭背 就是好像不肯改 他们有些有改 不过改变不大 但是自从我经历圣灵之后 有一样东西 经历圣灵 有一样东西 令到我们看到神很真 还有神即时帮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东西 比如有烦恼 神即时安慰我们的心 我越亲近神就越经历到 我自己 我一祈祷 那些喜乐就流出来 我一祈祷 里面就笑出来 但是我随时可以 不让他笑出来 也可以随时容许那些笑 即是心里面的喜乐流出来 就是我祈祷都得力 多谢些 我里面充满能力 即时感觉到能力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很大帮助 还有帮人看着它改变的 有些人一旗一肚就很大改变 Josephine 她懂得 我说个名字 她的帮助叫Jenny Lam Jenny Lam 是Jenny Lam帮你 Ester 但都是Jenny Lam的团队 你认识哪个是Jenny Lam 对 我只认识Ester OK 可能间接 其实教会有不同的人 Jenny Lam是以前参加我们聚会 她有不同健康问题 她亦有情绪问题 她来到我们跟她祈祷 其实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但有涉录 以前已经有涉录 她就改善 她看医生 结果她健康一直改善 心情又改善 她去澳洲 她就在澳洲帮助教会 那个师母就开始一个 讨告释放医治的事工 就帮助那些人 医治释放 然后她就很多个 在澳洲来的人 路过都经过都探我们 之前都有些 还有跟我们买了很多书 就在那里 不是买 其实是奉献 然后收到书 就要来教导那些人 就是她是一个人改变 她就愿意给神用 她之前是远来来的 是无力的 是睡觉要靠呼吸气的 就是她出街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现在是正常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例子呢 就是看着个人改变 那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 就是她那个人 需要那样东西 神就会帮她 虽然我们不知道 神的医治何时临在 因为呢 圣经也说到 保罗都试过有病 初次传福音 去加拉泰都有病 也都讲到提摩太 屡次患病 就是 她们圣灵充满 都可以有病 不是没有了病 但是神是可以 在她想的时候去医治的 神是有这个能力的 那我们真是有这个能力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 给神使用 好了 那有些人就说 那么好 我怎样被圣灵充满呢 那我现在讲一讲 简单讲了 第一呢 一定是悔改离罪 因为神不喜欢罪的 那我 那我 我诚实说 我自己以前 是很多脱漏的 即是有时呢 有些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我就由得她在心中全流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譬如 恼一个人 不喜欢一个人 她心有一个人 她那么衰 真是不喜欢见到她 即是她心里面全流 留在那儿 或者有些情欲的意念 由得她留在那儿 很多人都会这样的 我以前都是这样的 但我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我知道神不喜欢人 我就会真心悔改 神是你帮我 那我就恨悔那些罪 就即时靠耶稣处理 真是有力量 为什麽呢 我心一想到生怒人 即是说是她的问题 我不需要背上身的 她不好 我不需要生怒她 我可以原谅她 祝福她 我就可以放手 我愈祝福她 神愈喜欢 所以我可以遥恕她 我就选择遥恕她 譬如我说一件事 很多男性会困难的 就见到一个很漂亮 很性感的女性 那她的眼睛总是被她吸引住 但是呢 我当我知道 这件事是神喜欢的 我就立刻叫自己 不要望她 和不要想她 有些人就不望 不过想 有些人就眼睛睛 不停地盯着她 就不望又不想 那就想回耶稣 让我们心结静 即是呢 即时处理 这就是一个锁匙 我真是这样即时处理 第一就是 处理罪 第二就是 信靠 信心 信靠神是很好的 神是想祝福我们的 神里面有无限的恩典 祂充满爱 和充满能力 凡事都能的 什么都帮到我们的 神如果做到天地万物 可不可以帮到我们 当然 一定帮到 不过很多人就不信的 就一定要找自己的方法 我们不反对你用其他方法 但是深信神一定会帮我们的 第一就是悔鬼理罪 第二就是信靠神 第三一定有圣经 为什么我有时反对有些灵人派 因为有些灵人派 因为有些灵人派 就少讲圣经 那你发问我今天 虽然我没有张纸 没有用PowerPoint 但我都选用了几个经文 不同的经文 去讲到我所讲的 用圣经去支持 那就是说 一定是用圣经去支持我所讲的 圣经也都讲到 圣灵降流的身上 你就必得了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传地 撒玛利尔直到地 极作我见证 就是圣经讲明 圣灵的能力 就是为了这样的 还有证实所存的道 所以呢 我们有圣经的支持 第四 一定是遵从神 尤其是传福音 去建立明的灵命 这个就是信耶稣 圣灵充满的目的 也都是长时间爱慕神 这一样就是很重要的锁示 在初期教会他们长时间祈祷 他们被圣灵充满 在撒玛利记上十章和十九章 讲到撒玛利那帮先知灵徒 整天赞美神 他们很有能力 骚落 一去到 立即被圣灵感动 立即改变 那我们就多赞美神 我自己呢 由早到晚 我整天都想到耶稣的 整天赞美耶稣 我走路搭车洗碗洗澡 我都要感受耶稣 祝福你耶稣 我即时感受到神的能力 是即时得到祝福 所以整个生命是很大提升 那也都另一点呢 就是处理生命了 就譬如烦恼啊 怒人啊 激气啊 淫乱啊 污慰啊 所有不好的东西 我们都需要处理的 我们都不要容许那些 垃圾存留在那裡 就是任何的心里面不好的东西 我们都极静 靠主耶稣帮我们 一定靠耶稣的 一有罪的意念 立即够处理 那的时候呢 神就起悦了 另外呢 就是圣灵充满一齐爱慕神 其实圣灵充满呢 不用叫的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感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天父真好啊 很简单 欢喜神 你都离开罪 整个心灵 喜悦神 圣经讲 以耶稣为乐 以神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神是叫你成价地的高处 叫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满有能力 所以呢 整天都以神为乐 欢喜神 你就会带着能力祝福人 或者使用出来 这个呢 是需要时间的 那我们每个星期日 下午那个聚会呢 就会帮助大家 逐样训练 怎样去帮人 怎样为人祈祷 首先你的问题 我会帮助到你 帮助到你 让你可以完全释放 这才我所讲的 总括来讲就是什么呢 圣经是有讲到 耶稣说 全福音曲万民听 信的人便有神迹除了 就是奉他命 滚鬼 审慰病人 病人就必好 你的目的是正实所存的 是神的心意 在赐狼主义二章十七字里说 神说 我要将我的灵 宵冠凡有血气的 是神的心想充满我们 但是很多人呢 并且很多教会是反抗的 抗拒这种东西 那我不想你和教会抗争 你不要和他抗争 但是你不需要告诉他 他听我爱慕神 我债美神 我圣灵充满 不需要说给他听的 如果他接受 你说给他听 没问题 我所有做的事 全部可以公开的 譬如你的牧师 和我聊天 我绝对可以和他聊天 我欢迎他和他聊天 而我训练人 不是叫你离开你教会 我是叫你在教会 祝福你的教会 不过你就不要一帮他就说 哇一祈祷了 立刻赶了邪灵 他就当然说什么事 他也接受不了 因为他可能几十年都没试过赶邪灵 他觉得很难以相信这件事 这件事我们需要有智慧 怎样去和他们说的 我不是说不要说 有智慧 什么时候说 怎样说法 这就是我们圣灵充满的目的 就是可以使用出来 可以祝福人 而为了传道 为了变立灵的灵命 而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做 没有做的呢 就是要趕在外面 黑暗外面 那里哀乎切齿的 而我们为耶稣做的 小小的事都好 神都喜悦 那越做得多 就越蒙福 因为圣经说 神爱他的人 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人 就是他会为你预备 多到那些恩典多到 是你数不尽的 你会有很多封性恩典的 那我自己觉得 我人生里面 一样东西都有恩典的 很多样恩典的 所以我的心是很享受神 很喜欢神 很乐意侍奉神的 那这个就是 我真是真心 圣灵充满对我的改变 整个人都改变了 那我以后的 圣灵充满之后 果子和以前 你是很多倍很多倍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停一停 和圣灵充满 和圣灵充满之后 和圣灵充满之后 我想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刚所说的 会不会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不明白 有些人不明白 想了解的 有没有 有些人不明白 因信心称秀 因信称秀 我记得 雅各孙 我记得 这些人说 如果你有信心 没有行为 去证明你是一个信主的人 也不得到 是啊 这是真 正我都是这样说 信心一定有行为 他不会信耶稣 但他又骂人 又抽象 我想問一下,如果是其他宗教的人士,怎樣帶他吸引信主 怎樣吸引信主 我講到聖靈那方面,其實方法很多的 我們很多堂都講到怎樣用聖經不同的方法,回應他的需要 我講到聖靈那方面,聖靈傳呼音,即是靠聖靈的能力 聖經都是這樣講的,聖靈降臨在身上你就必得著能力 耶路撒冷都自己作我見證的傳呼音,聖靈的目的就是傳呼音 聖靈的傳呼音,第一,以賽書內一章,第一節 醫好傷心的人,這個很有效的,即是有些人傷心,很煩惱 我以前經常有這樣的人問我,但我和他提完託,他都差不多那麼傷心 我只是勸他,你多些親近神,你會好些的 但他不是很明顯的改變,我和他談完,他會舒服一些 但現在不同是什麼呢?我即時和他告訴你神怎麼愛他 你的問題神會幫你,你的問題你不需要放在心上 神會幫助你處理的,我們現在享受神,等神安慰你好不好 祈禱,他就有些哭,有些重大釋放,他的心靈就得安慰,得意自闻 這個對於很多憂傷的人有幫助,有些人睡不到覺 聖經說,神愛的人是叫他能夠睡到覺,能夠安然睡覺 因為神的靈可以叫人平穩安靜,經歷神的人更加容易睡到覺 或者有疾病,有很多人是減輕的,或者有些是醫好的 身體的積狀減輕,或者一個人他有憂鬱,憂鬱我們都可以輔導他 亦都可以為他祈禱,他有些即時覺得他心會鬆些 所以在聖靈的運作裡面,我們是和人家全部比較容易 總之他有什麼需要都好,聖靈就可以在他需要的事上幫他 我們簡單講,詳細的慢慢再聽 我回應這件事,我本身是福音派的背景,我亦都在福音派的教會有講到 我最近都有去我信主的教會,我就不去講到 我就去跟傳道人聊,很多人都認識我的以前 就跟我聊天,我跟他們聊天 然後我亦都跟傳道人說,我是訓練的 訓練的人事奉更新改變,靈命更新 他就說,我們很需要這件事,我說我很樂意來幫你 我說你可不可以給我小時間上台介紹一下 他就說,待會到報告的時候,讓你上台 我上台上,我就簡單介紹自己 我是1970年的時候去那個教會的 然後我就怎樣,後來我就給神勢用,做牧師 然後我就,最後他們請我為他們祝福 我在祝福的時候,和我分享的時候都講到神怎樣改變我 亦都怎樣使用我改變人,我怎樣訓練人 然後我就為他們祝福 我在祝福的時候,都是講到神可以怎樣做大的工作 有些人就跟我說,其中一個執事跟我說 你先一上台一講,我立即覺得心裡火熱 心裡面就很熱切,很有這個心去跟從神 這個就是看得到聖靈的工作 但有些人呢,我真的講到聖靈的工作 其實我們是合乎聖經 你上網看我的影片,全部我都是用聖經解釋的 我不是說就這樣講故事,我都一定是有聖經解釋的 但為什麼有些人他不接受呢,有幾種不接受 第一種是,他相信是聖靈工作 不過他覺得我們不用這個方法 我們只是用一個傳統的方法 那譬如那時候我曾經都在傳統的教會師父 我有兩個中派曾經事務 但兩個中派的負責人都接受我的經歷 其中一個呢,就是我本輕鬆得勝的本書 就是這個會長容許,其實他邀請我印這本書的 他看了我的稿,他就叫文字部跟我印 然後我跟他聯絡,那你一看這本書 你就看到是會長都有寫慈言不罪言的 就是他都接受我的經歷的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另一個中派 那麼他們的監督呢 他們的中派是知道這個是聖靈工作 不過他不太接受 那麼有一次,那個監督病了 我去探問他 他說,葉牧師,你為我按手祈禱 他叫我按手祈禱 即是其實他們是接受 不過他不在那個運作 好了,為什麼有些人不接受呢 第一種就是不習慣 那還有呢,有些人他們為人祈禱是很激的 又叫啦,那些動作是很激的 那些人看到就會覺得 哇,你們好像,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即是有時不習慣 那你發覺我跟別人祈禱,我都是很安靜的 就算是我說邪靈,都是很安靜的 那為什麼神的能力不用大聲呢 是神的同在嘛 那所以我做的呢 他們找不出任何地方是違反聖經的 不過靈人派裡面的確有很多做法呢 他們譬如有時講到邪靈的攻擊啊 還有講到家族的就造啊 這些都是沒有聖經的支持 我是詳細研究發覺我沒有聖經的支持 等我 然後呢,就認為有些極端 直接說這個是邪靈 有一個牧師呢 他在網上呢,內宗就會放這些影片的了 就說這些是邪靈 所以他請一些人來呢 就去那些靈人聚會 跟著有邪靈 那呢 我就跟他說 我就說呢 我經歷聖靈真是很大的能力 幫很多人 你給我看看有沒有邪靈啊 他又不肯啊 我說你不肯,你叫一班牧師跟我說啊 他又不肯啊 那有一個人曾經幫助他 他說呢 他們覺得呢 趕邪靈很難的 因為他就趕不出來 他就說就說 我們呢 就是有邪靈 但是他趕不出來 那為什麼他就說那些靈人那些人有邪靈呢 就是這樣的 因為有些人有邪靈 就像剛剛姐姐的祈禱的姊妹一樣 沒有釋放的 你沒有釋放的 那去那些聚會了 本來在教會沒有東西的 那為什麼去到靈人聚會會有東西呢 去到靈人聚會不是個個都有東西的 有些沒有的 有些很開心的 但是有些有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有邪靈 為什麼會有邪靈呢 信耶穌為什麼會有邪靈呢 因為在《以弗所書》第二章 第一節第二節那裡講到 在那些拔易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就是不信耶穌的人 心中有邪靈運行 信耶穌之後 是不是聽完神話呢 如果不聽完神話 又會生氣人 又會說謊 又會犯罪呢 其實邪靈會繼續影響這個人 所以信耶穌不代表他被耶穌做了主 說了事 所以邪靈依然可以攻擊他 所以我們發覺有些基督徒 依然是有邪靈的存在 好了 他們去到靈人聚會 就彰顯出來 因為聖靈充滿了 彰顯出來 但他又沒有請人去跟他做釋放 即沒有做完 跟著就回家 仍是有邪靈的彰顯 於是就去找這個牧師 牧師就說在聚會惹回來 但我們就說不是 是他本身有邪靈 他去到聚會彰顯出來 又沒有清理到 我講一個例子 我一個傳統教會 牧師請我 在他的教會裡面 做成一年的聖靈聚會 有一次有一個教友 我們一起祈禱 祈禱得到整個僵硬 僵硬跌低有兩種 一種是柔軟的 一種是僵硬 僵硬通常有斜靈 他僵硬呢 我知道是斜靈了 我就看著他的眼 我就打開眼看著他的眼 我鳳爺宋年分配裡面斜靈出來 一講而已 他立刻大喊 很大聲地喊 但是每個人都沒有事 是他一個有事 然後我就跟他講斜靈 就是說 因為在聖靈充滿之下 斜靈就彰顯出來 他就以為去到聚會惹回來 但是我們聚會 個個都不是有斜靈 是那些有需要釋放 比如說聖經紀佬 是一個有 不是個個有 那就是說 是他未清理到 他就以為他是惹回來 他就用這個攻擊 我跟這個牧師溝通了很多次 我說自如我經歷聖靈 我沒有見過一件不好的事 我全部都是更加愛主 毀身 整個生命 處理生命 又對付罪 又聽了神話 又幫人事奉神 又去宣教 我傳的都是福音耶穌為我釘死 我們信靠耶穌做救主 並且遵從神 我全部講的都沒有違反真理 我又送我本輕鬆德性給他 他又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那些港道在網上有大把 他又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但他總是覺得是有斜靈 那這個就是 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的堅信是有中法的 他的中法就是這樣相信的 但不是很多中派相信 是多數中派就覺得 這個是靈恩 我們不想用這個方法 那我都的而且確說 靈恩有些做法 是我不認同的 譬如有些 很多講故事就很少講聖經 就沒有什麼根據聖經去講 那第二就是 有些做法是聖經沒有講的 那你會發覺我講的 全部都有聖經的根據 我是用聖經拿出來的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老師 剛才你說過有些中派 相信家族咒座 我解釋給你聽 我相信一個人 會在神的愛中處理生命 任何咒座 都在耶穌裡面全部取消 那他們的講法是什麼呢 在《春間及記》那裡講到 是恨神的 沒有遵從神的 神要追討他的罪至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他的經文就是這個 愛他守他約師前的人 神要師前愛食到天代 我問他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爸爸犯很多罪 不過兒子好聽話 神到底是會追討你爸爸的罪 還是會師前愛食到天代 即當一個人真是愛神的時候 神會說你爸爸不聽話 所以我要追討你 我要奏座你 其實那個經文沒有講到奏座 是追討 追討什麼呢 即是罪有罪的後果 但他就說追討就變成奏座 但是阿當和夏娃呢 那他們的罪是向下流的 那罪的後果 還有我們的罪性 是會繼續傳流的 有沒有家族咒了呢 我說有 什麼時候有呢 父母又犯罪 祖先犯罪 祖先犯罪 他又繼續犯罪 這樣呢 魔鬼繼續攻擊 這樣的情況就有 但如果一個人 一信耶穌 立刻愛耶穌和神有好的關係 又處理生命的時候 魔鬼是沒有地步 沒有被魔鬼留地步 他就不會攻擊 神也不會說 你爸爸犯罪我要罰你 我要奏座你 神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教導是一個 是出自聖經的教導 令到人很害怕 糟了 我爺我媽媽阿婆 哪一個犯的罪 令到我今天受咒座呢 就經常都 哎呀我又發燒 我家又吵架 是不是什麼咒座 我就說 發燒你身體健康問題 你處理 你如果吵架 你處理你 你怎樣跟人相處 和你處理跟神關係 你就不會受到攻擊的 但如果一個人 被父母影響 他有機會犯罪的時候 他就會可以繼續 其實那不是神咒座 是魔鬼咒座 就是魔鬼攻擊他 他就變了好像 家族咒座好像是神 要追討他的罪 這個經文其實是說 追討罪 並不是講到咒座 我意思就是 就不要留下這些破口了 就處理生命 就是這樣 去到生命的二十九次 犯罪約咒座 就是講咒座 是不是講一代代咒座 阿當咒座到我們現在呢 他講你犯罪 神就會咒座你 可以咒座你 但是講到你犯罪 你聽話就祝福 因為聖經是多處都講的 就是你聽話 你愛神神 就為你預備眼睛 眉神看見 熱開眉神看見 人心眉神想到的恩典 但是當他經常相信 就在的時候 就害怕了 死了 是不是我爺 我爺 有什麼問題呢 傳給我呢 這樣就變得很驚恐 因為聖經有正典 有副典 我們現在看到聖經是正典 但是副典我們沒有看到 而且很多事情 神不可以透過聖經 完全講給我們聽 聖經的篇目太有限 我不知道你聽誰說相信副典 什麼叫副典呢 猶太人在耶穌 就是耶穌來之前 就寫一些的 那些就是副典 就不是聖經來的 不過猶太人就接受 但是在新約時代 其實在猶太人中 都不接受他的聖經的 那些不是正典來的 那麼在新約時代 也都有人寫一些 不同的福音的 不過那些也是不被接留 那些其實沒有稱為副典 所有副典都是 在舊約的時候寫的 那些並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 而聖經很清楚講到 我們信仰的根據是聖經 是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摘使人歸正 教導人行 而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一而言言傳 雖然聖經不是把所有的 神的奧秘講出來 幫他講足夠給我們跟從神 而聖經講的足夠是什麼呢 耶穌為我們成了咒座 叫我們能夠脫離律法的咒座 聖經已經說了是脫離律法的咒座 但是人在罪中就被魔鬼留地步 才會被邪靈攻擊 如果不是就不會的 所以這個造成 有些人經常都害怕的 有人跟我說的 你經常宣教和人講邪靈 魔鬼會攻擊你的 耶穌說什麼呢 你去閃民作我門徒 你呢 凡耶穌吩咐都教訓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無聊 耶穌是答應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我已經是被你拳兵踐踏射 和蝶子有聖國仇地一切的能力 絕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Amen 這些都是我用聖經去回答 所以我覺得那種變成一種迷信 很害怕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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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座 就變成了個人沒有信心 但是我就說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恩典的神之中 我們慢慢詳細 很重要的 剛才你講到 我們不是怕就座 是怕這個以忽所書 那個熟齡軍熟齡爭戰 我們怎樣去爭戰呢 就是有這個救恩的頭盔 有信德 有公義 有呼音閒 聖靈的寶劍 還有信心好像藤牌可以阻擋魔鬼一切的火箭 就是魔鬼一切的攻擊 我這個信心的藤牌 我相信神會保守我 神會祝福我 就阻擋了 那個經文裡面是講完這些全部都是真理那方面的保守 那在寧恩派就覺得怎樣呢 這個救恩的軍裝呢 只是開始 接著你要打 打的方法性其實沒有講的 那怎樣打 他們會打呢 他們就一起去呼喊 復耶穌命 觀音邪靈要走 黃大師的邪靈要走 那些什麼教堂裡面的宗教靈要走 他們的呼喊 就是用呼喊的方式去攻擊 那我就不會說他完全是 就是這件事不要緊要的 他做不要緊要 不過他不要以為他趕完 香港那些黃大師的邪靈和觀音邪靈就走了 也不要以為就離開了那個教會 因為那些教會有人聽話 你趕多少都好 他不聽話一樣有魔鬼來攻擊 他就認為那個攻擊 就是打蘇聯爭戰的方法 就是要呼喊去趕邪靈走 但我就說 人有邪靈就趕邪靈 但你的地區 你趕完它就回來 因為那些人不斷拜 所以這個蘇聯爭戰 而經文所講到什麼呢 就是講到信德 救恩的頭盔 福音鞋 這些都是講到跟從傳言的跟從真理 他們就說 有些聖經沒有說 就是要這樣去打罰 但聖經是沒有說 我全部的聖經都穩穩了 保羅被人迫巴 但保羅沒有說 我奉耶穌的名 那些嘔咬的靈鳥走 你找這個邪靈主是沒有見到這件事的 保羅被人抓去坐牢 被他趕邪靈 被人抓去坐牢 但他沒有說 奉耶穌明那些邪靈要走 他沒有做這個程度 我找舊約新約都找不到 這就是我認為在靈一派裡面 有些問題的存在 他們有些的教義就是由他們的傳統開始 以致跟從教義 不是所有靈一派都是這樣 我知道 靈一派有好地方 但不是所有靈一派都是這樣 有些是很強調這件事的 甚麼都是爭戰 我說爭戰是甚麼呢 耶穌已經打贏了耶穌說 我已經踐踏蛇龍蝶子 我已經捆綁了壯士 所以我們為何能夠搶奪壯士 因為耶穌已經捆綁了壯士 已經打贏了壯士 我們是跟耶穌一起得勝的 所以主要我們給耶穌掌權 我們就一起得勝 是甚麼 尼牧師傅還有一個問題 要幫病患者去遠地誘惑 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病患 一個是誘惑 病患者就是幫他有信心 跟神的關係好 處理他的罪 然後跟他祈禱經歷神 如果誘惑就另一個問題 我會覺得動力對付罪 對付誘惑的動力是甚麼呢 神很愛我們神是大臨的人 第一 第二我們很寶貴 個個都寶貴 你們個個都很重要 個個都可以給神 第三信靠神 親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必定蒙福 神必定保守 第四不聽話不遵同神 在罪中一定有破壞神 這個就是我很簡單的動力 你聽了神話 神一定祝福 和祂有足夠的能力 所以我跟祂說 你在誘惑之中就被魔鬼攻擊了 你想不想這樣呢 因為你想整個生命給神祝福 那你信不信 有些人是不太信的 他信耶穌也好 他不太信整個世界是神的手中 他只是信呢 我回教堂坐著我聽 我們去到天堂 就是信這個 就沒有信到神是掌管了一切 我聽了神話最無福的 這一點就是 很多人不相信 所以他們就 會有一些罪 我聽到訪問 都會看到十字母 不信尬 我看起來 在天堂 有些紅色的 可以笑成 我看起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